大家好,我是老默 最近部长朋友说馒头的发酵状态一直看不准 正好的馒头不是扁就是它 各种问题都有 这个视频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其实馒头的发酵状态 最终的一个要求就是看面团的发酵状态 整个面团发酵的状态好不好 就决定咱们最后蒸出来的馒头效果 比如说咱们放酵母多和放酵母少 它就是两种状态 再一个就是水量 咱们前面视频说过 水量多的话 这个馒头面也会比较软 蒸出来的馒头也会形状不好 所以做馒头的面 咱们建议要稍微活的偏硬一点 昨天咱们的视频中讲了发面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可以都看一下那个要求 接下来就是决定馒头效果的一个关键 就是发酵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面发好之后 它的效果是这样 你拿起来也好 放下也好 咱们手摸上去 不会粘得特别厉害 而且每个地方按下去不会立马起来就定型了 像这个状态呢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发面状态 如果效果刚好相反 说明这块面发酵的就不好 像这种发酵状态 咱们揉面比较好揉 因为咱们前面讲了很多次 每次都是真东西 只是大家不懂得理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面呢 咱们稍微揉一下 表面呢就呈现这样的效果 并不像很多朋友遇到的 面发酵的不一样 然后揉面的时候比较粘 表面呢就是有坑特别大那种 这样就不会 咱们用压面机呢压这块面呢 也就三到四次就OK 前面这一部分 最重点呢就是第一次发酵状态 一定要注意好这块面 不能让它发的太久 太大 大家留意看 咱们这块面做好之后 切出来的馒头 它里面呢是比较实在的 就是没有过多的大孔啊 小气孔这种情况 说明这块面发酵的就是比较好了 另外一个 咱们做好这个馒头呢 最好像这样压一下 能把多余的气体给挤出来 效果会好一些 第二个重点是二次发酵 因为第二次发酵呢 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 一旦发酵不好 它就失败 这个呢就是比较重点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 咱们在发酵之前覆盖一下 主要目的是防止风干 让它发酵的更快 当然这个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 比较适用 如果冬天的话 咱们一般会放到蒸锅 或者是发酵箱 这里面去发酵 但是在腻里面去发酵呢 这块面的活质标准一定要偏硬 重点说一下关于工具发酵 比如说咱们直接把它放到蒸笼里面 温水去发酵 这个时候呢 这个面呢 一定要注意好硬度 二一个呢 不要发酵太久 同时锅里面的水温不能太高 但要明确理解 这个30度的水温 它的效果是个什么样 这个效果呢 一定是摸上去温温的 一点也不烫熟 微微的有蒸汽出来 这个温度就够了 如果说你夸夸的上面呢 气冒的特别足 像这种状态呢 咱们发酵好之后的馒头呢 它就容易塌容易变软 蒸好之后起泡 包括一些塌陷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 大家可以看 咱们完成发酵之后 这个效果会比原来变得更加饱满 立体 拿起来 它也不会塌 整个的状态呢 也比较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周边开始变得圆润 两边呢 也会鼓起来 说的好理解一点 发酵完成之后 整个馒头呢 就变得更加立体了 开始比较扁的切面 会变得更圆润 该鼓的地方都会鼓起来 手感比较轻盈 里面就像吹了气 而且按压的这个地方呢 它不会立马起来 会一点一点的起来 所以大家要记住 二次发酵的状态 是稍微圆润 手按上去 有坑会慢慢恢复 而不是急速恢复 这个效果就是刚好 如果说刚好相反 就是发过 所以只要咱们掌握好 看准这个发酵状态 真好的馒头 它不会塌 不会扁 整个的效果 都会比之前做的好很多 所以有这个问题的朋友 一定要好好看完这个视频 希望你能从这个视频中呢 体会到 或者是领略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相信你会在后面 做出来的馒头 更加好看和好吃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